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年间我们用4K摄像机记录了这里人类文明的痕迹 大自然领域馈赠给人类最好的领域 大自然和人类共同创作的传统美式 如若先进世外桃源般的张家界 数亿年前竟是一片汪洋大海 真是难以置信 连日来的音语让数学里一脸愁容 不能上山采摘 意味着没有了收入 从小就是一二十岁的时候就采盐儿 它是清凉退化 没有电冰箱的时候 它那个你菜里面放一点盐儿 不别位 清晨 数学里凭借多年的经验 它决心冒一冒险 因为今天可能是这一个月来最好的天气 这里并没有上山的路 它是怎么上去的呢 我们带绳子的话 绳子逼到肩上 我们双手爬上去 爬上去以后下去 把绳子挤到身上 上面挂在树堵上 用下下 从悬崖边上下来 只借助悬崖上的树木和绳子 从这个万丈绝壁上下来 听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 这个树 研壁上长的树很结实的 自己都看好 不要初心大业 它在悬崖边上采摘着什么东西 这些像枯叶一样的东西 叫做盐儿 那时候社会公司的话 只有一块五毛钱一天 那时候我们的盐儿 也已经盐儿 就换上了 就是三百多块钱一斤 盐儿生长的速度 年均不足一厘米 长成这样一丛 需要三十年以上的时间 它被独特的生长环境保护着 避免了动物啃食和人类破坏 只有身怀绝迹的人才能采摘得到 六十五岁的速学里 有着整整五十年采盐儿的经历 使用世代相传的方法 速学里与张家界生长盐儿的山壁间 早已有了某种默契 回到家 需要马上烧水 在悬崖边上采摘的盐儿 干枯易碎 这是地道的处理程序 天气晴的话 就是很干 采上去 一雪就碎了 但是用水一罚 拿着水 洗的时候这么采 它又弹心 这就是丁丁的盐儿 往干枯的盐儿里 倒入开水 并用手揉搓 就会使其变得柔软 变得柔软的盐儿 会散发出一股香味 现在价格比较贵 我现在没一千二一斤 一息为贵 刚刚采摘的盐儿 被速学里 以最快的速度 卖到了山下的大酒店 厨师是处理盐儿的能手 无需复杂的烹调 猪肉和盐儿 是最合适的搭配 它含有丰富的纤维 可以抑制人体 对胆固醇的吸收 锅里放入植物油 再放入大蒜 调料和猪肉一起炒 放入足够的水 再放入盐儿 把食材和调料充分混合 一盐盐儿炒腊肉 便出锅了 悬崖绝壁的漫长孕育 加上勇气与记忆的耐心求索 造就了大山里的这位 地道山珍 到了夏末 整个湘西依然是被绿色覆盖着 无论早晚 云雾都笼罩着整个山村 这里一年中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是云雾缭绕 在湘西梯田里 养殖着类似鲤鱼的淡水鱼 稻花鱼会通过游动产生氧气 供自己呼吸 它能吃掉水里的害虫 有利于稻子的生长 鱼的粪便还是上好的肥料 秋天到了 云雾消散 湘西的农民都忙着秋收 收割完的稻子 要在太阳下暴晒两周 秋天 这里的昆虫也都出来晒着太阳 农民挑着担子出门 秋收时节 稻花鱼还有别的用处 农夫要把稻花鱼捞上来 放好庄鱼的竹篓之后 开辟一条水路放出稻田里的水 这个波及是为了捞上稻花鱼 在这个鱼类动物稀缺的湘西山村 稻花鱼是很珍贵的食材 对于湘西人来说 比起河水鱼 稻花鱼更为珍贵 口感更佳 所以做鱼的时候也不能随意用水 必须使用梯田附近的山泉水 农夫要用梯田里生长的鱼 和梯田变的山泉水 来做湘西传统美食 收拾好的鱼要从中间切成两片 厚度和手指宽度差不多 为了保持鱼原有的味道和口感 切好的鱼里面除了盐 其他的什么都不放 但是为了消除腥味 要放进几片鱼香叶一起炖煮 煮鱼 煮鱼必须用小火 等鱼汤变成乳白色 就可以捞出鱼肉 在鱼做好之前 农夫不会离开灶态 他要不停地确认进度 煮好的鱼装入盘里之后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环节 农夫带着煮好的鱼要去一个地方 农夫把装着鱼肉的篮子放入小溪中 在炎热的夏天 农夫要借用山泉水清凉的磨法 鱼肉中的胶原蛋白 在清凉的山泉水中会凝固成冻状 美味在时间的沉淀中产生 过了几天 农夫回到山泉边 庄鱼的篮子一直在溪水中 接受魔法的洗礼 在这里 即使有人看到他 不是自己的东西 就不会有人对他起贪念 鱼肉变成冻状了 农夫拿着鱼冻回家了 这是农夫与大自然共同创作的美食 吃鱼冻的方法很简单 在大自然加工过的鱼冻上 放入一点剁好的辣椒碎 就做成天下第一美食了 当天晚上 终于可以品尝大家期待已久的鱼冻了 它来自大自然 是大自然的产物 我还要不开始鱼冻 放入一点 香蕉人的饮食很简朴 从食材获取到加工方式 以及贯穿其中的顽固口味 湘西人都执着于大自然魔法的这种直接 简单却有效 孙女就要去上学了 奶奶急着把剁胶装入玻璃罐 老奶奶装的剁胶会陪伴小女孩接下来一周中的每一餐 湘西的山河绝壁很是俊俏 孩子们的上学路也是曲折无穷 越过山河绝壁 路程遥远的孩子们都要住在宿舍 所以每个孩子的书包里都藏着一个宝物 叫剁胶坛子 부모头 白身 圍兰 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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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 上课的时候 即使在用手指写字 孩子们也都在想着另一个东西 就是书包里的剁椒 到了中午 桌子上面就会摆出简朴的饭菜 只要有家里的剁椒 一碗米饭很快就能吃完 现在大多数的孩子都喜欢甜品 但湘西的孩子要先学习吃辣 吃着吃着就对辣味熟悉了 这一生所有的经历背后 并不都是甜味 更多的是辣味和苦味 孩子们步入社会后 多交流给他们的辣味 会成为他们逆风前行的勇气 山洞的环境是天然的温床 银礼三月初三 是洞族的传统节日 这天还在通道县人民医院实习的洞族姑娘史立芬 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相亲在这个19岁女孩心中还是一个遥远的未知 可是在母亲心里 自家的姑娘没着落 自然寝食难安 扭不过母亲的史立芬 还是准时回到了那个养育她的小山村 村口处传来隐约的音乐声 到了鼓楼的时候 乐声会变得响亮 一群村民吹着炉声穿过村庄 炉声是洞族的传统乐器 村民们知道音乐是爱情的表白曲 因此求爱一事的开始标志 是男子们吹响新做好的炉声 对于这些正直花季年龄的少女来说 今天是非常浪漫的一天 洞族女孩子们手拉手跳着舞 这是名叫月地瓦的洞族传统习俗 其实是一场洞族的传统相亲会 女孩子们围成圈 手拉着手多一 小伙子们围着女孩子们 转着圈唱着歌 心里面又怕没有人抢 如果没有人抢的话 那不是很丢脸那样子 然后又怕自己心仪的男孩子又没有抢到 村民们晒着太阳 围观着少男少女们相亲的过程 洞族人不管是谁 都可以通过月地瓦的仪式寻找对象结婚 马上就要到配对的环节了 男孩子要在纷纷散开的女孩子当中 抢到自己的心上人 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是为了坚定彼此的心 当天晚上 在鼓楼里会为年轻男女举行向勤演会 每个人的脸上都录出紧张又兴奋的表情 就心里七上八下的 很复杂那样子 月地瓦相亲会中 吃也是一种有着讲究的仪式 年轻的男女一起吃饭 一起喝酒 同时寻找自己的心上人 如果有中意的人 就要主动给对方喂东西吃 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有有有 蛮多 有四五个吧这样子 然后就问我爸妈情况就问我 我觉得他们没有共同语言 聊不来 反正就是没有那种男女朋友之间 应该有的那种感觉 每年都要举行月地瓦相亲会 如果今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明年可以继续相亲 收获或是失落都将成为回忆 有是有啊 可是我就说被人家怀了 几天后 在月地瓦相亲会找到对象的青年男女 就会约会 这是一场村里人都知道的公开约会 他们约会的场所竟然是块小山地 洞族村里会为月地瓦相亲成功的年轻人提供山地进行集体约会 他们一边除地 一边博种 施肥 这也是在谈恋爱 这个时候主要是种植马铃薯 大豆 或者是棉花 月地瓦是动足语 是共同种植的意思 在这里可以看出 月地瓦仪式当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种植 男孩子看女孩子的话肯定是看他情不情快 而第二个是女孩子看男孩一般就是他关不关心你是吧 如果说就是两个人在干农活的时候 男方有的时候会心疼一下你啊 那女方心里就会更好说一点 就像我们两个人 一个男一个女的谈恋爱 也是同月地瓦也认识慢慢认识 慢慢认识慢慢认识 就后面到了结文这种地步 像我们东地也是像东都这样的 相互了解对方之后 约好秋天的时候一起来秋收 月地瓦仪式维持一年 仪式结束后 男女可以继续维持这段关系 也可以选择分手 如果一对情侣成功结婚 他们会在婚礼当天 用夫妇二人亲手种植的大豆做成茶来接待客人 看似复杂的婚恋习俗 渗透着大山里相处与分离的讲究 史家小妹显然没有后悔听从了妈妈的劝说 在全村人的祝福中歌舞 在拥挤的长桌上喂食 一起在一起劳作中呼吸大山的气息